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那今天为您请来华信投股洪一军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美国连两天的股灾 加上昨天花莲又强症 市场恐慌指数情绪飙高 请问主力股能再起吗 老师你觉得 我相信这一次 是前国股市的一个重跌 那当然是研制在美国股市 那美国股市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从川普上任以来的一路一路的一个大涨 那其实在股市在大涨之后的一个回档 这是非常正常 其实我们看到说 在这一次回跌的理由 那当然是在美国的一个经济好转 那美国经济好转 为什么股市会重挫 因为超涨 那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疑虑说 在整个通膨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超涨之后的一个回跌 这是非常正常 因为这不是说 在整个经济结构出了问题 那当然在美股当日 重挫1600点 那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 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是以目前的一个城市交易 这个不是这一次发生 以后都还会再发生 因为触动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城市交易 这个地方的一个跌幅是会持续的一个加重 所以在台湾这里 那当然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属于一个比较突发性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整体的一个台股 在昨天出现了一个恐慌沙盘 那其实各位我们去观察说 在每一次台股它回涉年限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颇短的一个买点 尤其在昨天 真的啦 你看到整个融资大减百亿 那为什么昨天呢 在融资会大减的原因 也是因为恐慌 那各位思考说 在过年前这个地方 因为在品种的卖压也好 包括说这个地方资金的一个需求 企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企业的申报转让 那包括说在投资人 在昨天的一个恐慌 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卖出 那反而是一个机会 反而是一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不敢爆股过年 所以在短线上反弹的 还是投资朋友 这个地方呢 他会做一个卖股的一个动作 那相对的 这样的一个筹码会更稳定 所以我建议说 在一些可能最近融资大减 而且法人他持续有在布局的 这些个股 那投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 他的一个买点 其实我们看到说 在这一波比较强势的一个股票 那在2474的可乘 包括377的维新 包括2455的前兴 包括8436的大疆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股票 各位其实多是在这一次回撤季线 能够索稳的标的 大阪的回撤连线 但这种强势的股票 他一个特色就是融资目前在低档 法人持续在大买 尤其在大力光在这一次 为什么外资在6000块的时候 不调降 他的平等 现在各位都已经跌破3500块以下 再来调降的话 那我认为说大力光这个地方 利空将出尽 如果大力光能够持续的一个带动的话 那我相信一些在融资稳定筹码 这个地方相对干净的股票 他会做反弹的急先锋 好的 谢谢老师的分析 接下来请收看一分钟看台股 我相信在昨天的恐慌杀盘 杀什么 前置股 那我相信昨天的外资大卖 鸿海 台积电也是大卖的标的 所以以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观察到说 像鸿海台积电的融资 目前是在高档 但是在大力光的这一波 在下沙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他融资已经大减之后 那接下来 外资是不是大减便宜 这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鸿海是这一波 比较弱势的一个指标 如果大力光跟鸿海的这两档 股票能够止稳的话 那台股这个地方我们预计说 在封关之后 在信中康红盘 那这指标股他能够带动的话 那整个盘式有机会 再来挑战高点的一个位置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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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